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东洋童年骆驼队 李海音 骆驼队来了 停在我家门前 他们排成一长串 沉默地站着 等候人们的安排 天气又干又冷 拉骆驼地摘下了他的毡帽 头上冒着热气 是一股白色的烟 融入干冷的空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 双风的驼背上 眉皮都拖着两麻带眉 拉骆驼地说 他们从门头勾来 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爸爸和他讲好价钱了 人在泄眉 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 看他们咀嚼的样子 那样丑的脸 那样长的牙 那样安静的态度 咀嚼的时候 上牙和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 大鼻孔里冒着热气 摆墨子粘在胡须上 我看得呆了 自己的牙齿也冻起来 老师教给我 要学骆驼 沉得住气 看他从不着急 慢慢地走 慢慢地嚼 总会到的 总会吃饱的 骆驼队伍过来时 你会知道 打头的那一批 长脖子底下总会记着一个铃铛 走起来 当当当地响 为什么要记一个铃铛 我不懂得是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 骆驼很怕狼 带上了铃铛 狼听见铃铛的声音 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 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 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 爸 他们软软的脚掌 走在软软的沙漠上 您不是说 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 只是不声不响地 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 一定是拉骆驼的人 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 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 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 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 春天就要来 太阳特别暖和 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 可不是吗 骆驼也脱掉了他的旧铃绒袍子了 他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 从身上掉下来 垂在肚皮底下 我真想拿把剪刀替他们剪一剪 因为太不整齐了 拉骆驼的人也一样 他们身上的件反穿大羊皮 也都脱下来了 搭在骆驼背的小风上 马带空了 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 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 再不见骆驼的影子 我又问妈 夏天他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 他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 秋天过去 冬天又来了 骆驼队又来了 但是童年却已去不还 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 我也不会再做了 只是又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 又听见缓缓悦耳的铃声 童年重立于我的心头 recon正片 既然jo叶 大家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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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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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聽听听听听